目前的疫情 我們已經擴大隔離採檢了 諾富特也進空了 而且我們有20個個案 那麼我們追蹤的很徹底 希望能夠匡列 4月15號以後 曾經住過諾富特飯店的 所有的房客 能夠找出來 把風險降到最低 把社區防線守住 大家放心 我昨天請民航局 針對三家防疫旅館資源部分 因為這必須要民航局來指定分配 這民航局已經寫來完畢了 因為外籍航空公司的機師 他要做電子圍林 他是一到三天 何時進駐 何時出境 有民航局統一管理 他是走專用通道 然後專用車輛 到集中檢疫處 所以要讓外籍機師習慣這一套 我要特別拜託民航局 外籍航空公司的機師 不能成為破口 那這個部分的專用通道 專用車輛 跟專用的旅館 一定要特別保持這個督導的狀態